杀球压不下去 这是不是您的动作呢 第一种 无脑往前放 导致成推着击球 第二种 胳膊无脑贴脸 导致胳膊失去了边甩效果 压不下去 好的 我们要清楚 在杀球的时候 职业运动员们都会有这样的动作 素材多看几遍 第一 所有的运动员 他们的身体都是歪的 第二件事 他们所有大臂的肌肉 在发力的时候都和果冻一样在颤抖 说明根本没有发力 第三点 叮嘱他们小臂超过大臂的这一个瞬间 这个就是大臂带动小臂的瞬间 也就是击球点 大家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压住球 来看图片一 根据运动员大臂带动小臂的位置 我们可以倒推回去 得到的是 他的击球点 大概在额头上的位置 属于一个高点杀球 那由于旋转的早 自然球拍弹的就高 再来看图片二 通过大臂的位置 我们判断 这次这名运动员 他的杀球是在额头前 那球拍的回弹也自然会低一些 因此 这个球在哪儿 并不是我能不能杀下去的主要原因 而是我大臂带动小臂的时机 能不能压动球 接下来我分别做 身前一点的杀球 大臂带的多 那么弹的也就低 击球点稍稍高一些 靠后一点的杀球 大臂带的少 那弹的也就高 如果您还不相信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本将心向明远 奈何明远 照够去 人在家中堂 求记心中掌